那丽莎姐有什么困惑吗 对 我刚刚说了 她就是拒绝我的一切安排 比方说我很想让她 跟我一块拍个照片 我希望有一个稍微亲密一点的 或者温馨一点的 她那天居然跟我说了一句 说我觉得这个好娘们 就是在一起拍个亲密照片也不行 对 她现在会抗拒 她以前小时候很乖 现在你想跟她拍是不可能的 你真的那么不喜欢拍照吗 嗯 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她这个时候有了性别的意识 有了强烈的性别意识 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表扬她 是吧 你说你哇 她好棒啊 我学到了 我今天回去就表扬她 对 然后她不允许我给她买衣服 那以后找女朋友怎么办 那找女朋友 你知道我从140开始 中间150的所有衣服都没有买过 然后当我发现她的衣服全都小了 穿不进去的时候 你当买就直接买到了160 她就穿那衣服越来越短 变成露奇妆什么类似这样的 哇 好性感 然后长裤变成了五分裤 好厉害 嗯 所以其实我是有一点点苦恼的 你想你想 我如果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我很希望把她打扮得帅帅的 我在她旁边走 我也觉得很开心 她不 不可以 我就要穿我 不要帅 我不要帅 因为我觉得那样就够帅了 要有招 一定要动脑筋有招 什么招 你比如说我儿子 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玩那种打怪兽 男孩嘛 我就跟他说 我说打怪兽有一个绝招叫念咒语 一念咒语这个怪兽就定在那儿 你就轻轻松松打败他 要不要学咒语 他当然想学咒语了 嗯 好 想学咒语对不对 好 跟着爸爸念 白日依山记 黄河入海游 他一下子就学会了二三十个咒语 这么厉害 这个好聪明 而且我觉得韩哥这个特别好 就等我长大以后 我发现我父母小时候跟我说的话 全是对的 但唯一不对的原因是 他说的原因都是错的 就是角度问题 对不对 引导 如何引导他 对对对